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的看法其实很简易 如果单纯就一天的角度 单纯就今天 那么我们的看法 我会在9226点底下 当作今天的一个强弱关键 好 如果以多头 一个是多头 一个空头 多头的看法就是 9226这里是个中间线 然后往下减10点10点 以加权指数为例 往下减10点 就是说它只要能够维持住 9216到26 这个结构代表它是OK的 代表今天又是正向 以今天一天的看法 它还是正向的 好 所以回过头来 但是你问我说 那如果是正向的就一直大涨吗 那是没可能的事情 因为当它一直涨 涨到B率率正50 就一定又大跌你知道吗 所以你就这么做 你说C字是说什么意思 好 我要举个例子 来 各位请看 第一个特别是全体会员 包括过去这将近三个月以来 你有来上课的朋友好不好 因为我都有提供一个免费的奇迹系统 让大家带回家做体验 那不管是昨天 前天 过去的每一天 那你自己做交叉比对 全体会员的部分 全体会员的部分 那么我们一律 以5分钟的PSY 当作一个主要的观察标准 好 我再放大一点 来 各位请看 这是今天11月以后 这是今天 左边是昨天 对不对 所以各位请你看着我 包括所有有系统的朋友 你稍微看一下 请问你 你今天有收到PSY 正50-50 今天啦 没有 你说我没有 我今天中华共的简讯 简讯的部分 你说我今天简讯总共 1 2 3 你我总共只有收到3通 你中华共收到3通 你不可能收到第4通 第一通 第一通 8点47分 对不对 那你是用软体的朋友 你会在8点45分 1秒 第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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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在8点47分 会收到这个简讯 刚刚这个而已 就一个当冲空 一个当冲多 那保证就只有一个 不可能会有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好 第二通 因为今天是礼拜二 今天是礼拜二 所以一定会有一个锁单交易 对不对 第三通 就是获利平昌 就没了 就没了 你我怎么没PSY 对 你再看一次 请你看着这个画面 请你跟我说 今天有没有PSY 没有啊 那你在等什么 等他大涨 大涨要怎样 大涨我就发简讯给你 我们就把他放箱啊 有什么要把他放箱 因为他就一定会落 我们不会够说 我先把他 好 来 这是不是今天 我把他缩小 对不对 我把他缩小 缩小 这样可以 再放大 你是不是可以看到 过去每一天的一个交易 好 那请你告诉我 今天29 上28 上礼拜一嘛 今天礼拜二嘛 那昨天怎么做 你每天都要赢啊 每天都要做对啊 绝对不可以输啊 所以要怎么做 就要在这里把他放箱 你就是最大赢 不是要怎么做啦 今天就在这里 这里最低点给他做多 你是不是都赢了 你是不是每天赢了 难道一天要几十桶简讯吗 不用啊 你就等一个PSY 一大早一开盘 就一个当冲 就这样子 礼拜二礼拜三 另外会做一个锁单 你一定告诉我 是什么意思 我们一般在金融市场 那主要啦 一个如果说我们在谈论股票 比方说 说到股票我就兴奋起来 这个是不是叫2474可乘 对啊 你说今天媒体又在告诉我 这个iPhone 8 明年可望推出曲面对不对 曲面的iPhone手机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iPhone 8的部分呢 应该有可能是双面的 上面的都是玻璃镜面对不对 然后中间呢是一个金属框架 这个应该在一年前就向你做简报了吧 你说那这样子可乘 可个头啦 可乘你也帮帮嘛 可乘大模小模中模 我管你什么模 不是嘛 那我只问你嘛 那可不可以买啊 还是做空嘛 不然都够讲的嘛 不然不就是够讲的 对不对 就是你觉得他会长 那你就乐观你就去去买 你觉得他出来 这个是利多出镜 我还要给他放康 你讲的都有道理 我都没有意见 我肖尔明也看不懂 我也不会评论 因为我不能用猜的 我也猜不准 我如果猜得准我就告诉你 我就猜不准 所以你说 你这个人做什么分析师 你说得很有道理 来 看这个 好 用一点点时间 我们就随便看几档股票 希望对你有帮助 没有帮助我没办法 好 来 股票 你再观察 包括你来上课的 我是不是跟你讲股票看什么 股票看日线 没要看什么 没有 股票你不能拿来当指数做 你就跟我说 不然股票要怎么做 这支股票是什么叫2474课程 不然不是这不是可乘 不然它是什么 那你告诉我现在该怎么看 现在就不要看 现在有什么好看的 不然我问你 我只问你 未来四年 未来四年 会不会成长就好了 苹果 我不是讲不可乘 苹果会不会成长 好 这里做的川普大家目前的看法 他是完全依照经济 90%依照经济学家的一些评价 第一个他要大幅度降税 包括个人 包括企业要大幅度降税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扩大支出 一个就是扩大支出 就是我动用国家的力量 收回高速公路 全美国开始重建 你知道吗 扩大公共支出 所以可预期的原物料相关类股 所以这些产值会受益的 再来我要降税 然后再来他要拉高关税 这个是比较负面的 拉高美国的关税 那代表怎么样 你没回来我美国 没有回来美国制造 不好意思 我就要各种惩罚方式 不排除会发生 那请问你 那他以后苹果手机 要不要在大陆 在印度做销售 你把我报复 人们不把你报复回来吗 那如果你只能在美国地区做销售 那成长性就会受到影响 对不对 所以不管 不要看那些 看这 这是可乘 你觉得要怎么做 不 你看 你不要问我 你别问我 你觉得要怎么做 赢了一支销售 你觉得怎么做你会赢 就是高点给它办康 或者是卖出 然后低点就买 其他的就够说 叫废话 有很多分析师说 这里最高点卖 最低点买做不到 那做不到你就不要做 做不代表你不够认真 你在做什么从业人员 我就一直想说 你这个人是在做什么从业人员 我不是讲你 你做不到你还敢在节目上讲 那你就看着他你能不能做到 你当然做得到 你就卡电话给你老师 你知道吗 你说别人做得到 为什么你跟他说做不得到 我说的是真的 为什么你做不得到 为什么你会做不得到 为什么你没法知道 说高点高了 低点高了 那各位朋友我都有送你 你现在眼睛看到的都是不用钱的 我都有送你 你就点2474可乘 PSY把它刺下去 然后你只要告诉我 这里是买可乘卖可乘就好了 这里你没有PSY 你一定是在这边做停损的 但是你应用我们的系统 来你跟我说 这里是买是买 不要说那废话那两个 这里呢 他会去吗 他不会去我随便你 这里会去吗 会去没啦 这样就好了 不说那两个 有可能会去 这里可以买可乘 我这支指挥棒一次 囤五支下去 这可以买的课程 不然来给他扳康 你现在是在说什么 这里有什么好看的 就不要理他就好了 2317 红海 你不要问我 你自己用眼睛看嘛 你说我怎么看 这里叫76块 这里叫86块 这叫做76块 这叫做86块 这叫做90块 90块 这叫做90 这叫做正五十 正五十无论如何 你知道说你绝对不去买红海 因为你知道你如果是过去 正五十你把它买 反正就一定漏 你自己看 你自己用眼睛看 这里呢 这叫做70钱 因为你过去在这里抹的时针 他就这样一张要买两万块 你手带两百张红海 你没免贴名 你不是没免贴名 你贪四百万 我敢有说不中去 好 你这里买呢 你就期待郭台铭董事长永远不要退休 对不对 因为说要去到200块 但是他就由90块 落到76块 这叫做这就是属性 你要叫我跟你说什么 你看最近呢 最近你不会把它放大来看吗 这不是76 这是不是80 86 你买看看 不然你问我问什么 2454联发科 我就自己把它按出来 东西我都送你了 我都送你了 这里可以买联发科吗 这里买联发科怎么会输 现在都还在221 这里210 这样最后还11块 你自己看我不予置评 就一个 192买难道没有涨到255吗 这买会输 这去买你买你来赢我真的随便你 你能不能做到 你绝对可以做到 所以呢你先不用打电话给我 你打电话给李老师 说人家乘都知道最高点到 最低点到 联发科最高点也知道在几块 红海最高点最低点过去的整个破断 都可以抓得非常精准 为什么你抓不到 对不对 来各位你有来上过课的 过去啦我们今年没有课程了 过去你有来上过课的 从高雄台南 然后到台中 接下来是新竹 桃园台北 我都有提供免费的系统 让你带回家安装体验 我也教过你了 高点要记得站在空方 卖出 知道吗 那第一点呢 第一点就做买进 好回过头来 一个叫投资 股票你当然可以用投资的观念 去做评价 对不对 我们昨天不提到两党股票吗 一党叫做2520的贯德 对不对 长这个时间点 另外一支叫做5534的长虹 法人怎么做评价的 昨天节目中我也告诉你了 好那么接下来 接下来帮我一个忙吧 这里放大 我觉得你今天没论如何 你一定要会好不好 特别是新会员新朋友 你没论如何 你今天一定要会 因为明天会继续做所担套利 然后几乎完全没有风险 几乎没有风险 你怎么可以不做呢 这个叫10叫最低点 这个叫11叫最低点 这个叫28.5 是今天已发生的最高 今天的最高26 26 这个最高28.5 这个今天的最低在10 这个今天的最低在11 我只问你 如果有买到 包括接下来都一样 会不会套利 一定套利 就只差一点你买到 我有什么办法 差一点 就差一点 你才把简讯点出来看 是不是差一点 节目中不能讲 所以我只能讲A股票B股票 你自己看简讯 对着看 来 各位亲爱的全体会员 看着他 如果这个是9点 对不对 今天也9点 结果 最低来到10 最低来到10 假设 有买到 你今天 我跟你保证到现在 一定又套利成功 不输 哪有可能输 来 同时去买进一个A 买进一个B 两边的金额相同 A我买了1万块 B我就买1万 A我买2千块 我B就买2千块 两边的金额相同 然后呢 依照我发通知你的简讯 去做买卖 买进之后 我买到A 我就试价买B 我买到B 我就试价买A B 11点买进 我试价买A 请问A会买到几点 会买到28 我买一个11 我买这个就要买这个 对不对 这个我们都差1点 差一点 如果有买到 多一点有买到 你这个买到21 这个买到多少 这个保证买到28 这就是最高点 你不可能买到35 最高就只有28 好你这个买28 这个买11 这样有套力吗 来来来注意看 来你写下来 一个买到最高点28 今天已发生的最高点 对不对 一个买11 在刚才就刚刚 我上节目前一分钟 28的存11 剩下12 买11的 10九 我请教你 我这个买1万块 我这个买1万块 我这笔交易是贪钱了钱 他有个赢 你一定赢 然后有风险吗 没有风险 那为什么呢 两分钟后 马上向您做简报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 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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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肯定会成功 棒 棒 棒 一棒 再大 棒 接强棒 强棒 限制股股 自动优化 避开风险 掌握 盘中扑洞 让您今天的股票 变更棒 02-2578-30-00 2578-30-00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购得投股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购得投股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兆 起股双赢 一把兆 购得投股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感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茧 Choose Your Own Line 额排气密窗 台湾人很环保吗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是不是一只鸽子 背着高丽菜 那是环保标章 你看这边有说环保啊 你看成天然 这样就好 不是吗 有环保标章才是对健康好 对环境好 而且经过政府厌城通过的 最好还是上预设生活咨询网 台湾人 你们真的很在意环保耶 各位观众朋友在家 我一样我大概速度稍微快一点 第一个买一个A买一个B 对不对 A买到最高点28 如果B买在11 买在11 好28的你说跌到12 30%停顺是不是20点就要走 对不对 好 早就20你是不是输30% 这个10日 刚才就19 买到20日 做了19 你有去70%吗 这个赢70%这个输30% 你是不是套利40% 你哪会输啦 好来再继续讲下去 来刚才到刚才 这个我们本来是没有成交 我先说一番9 来 说一九 假设 这九点10点 假设有成交 假设 这个10你知道 刚才已经起到多少了 这个 刚才起到15 刚才 这个 你会买在 如果这个买在10 这个会买在18 我看即时报价 这个18 这个18会跌 跌到16 16 15 这个从10到15已经起50% 有又起50% 这个呢 这个就落15% 是不是又套利成功 你还不做我就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来再讲一遍 今天我们每天下午有一个会员的索码影音 会员朋友 你如果套利没有来上课的 记住下午今天会报 到我们公司的网站点选 然后来看着他 每天的索码影音里面 一定会先针对当天的研究报告 我们当天的操作做说明 然后针对接下来我们准备的做法 我会帮你做简报 每天会报4点过之后 你都可以上网 到我们公司的网站 顾得投顾 点选消耗明的索码影音 来我们看一下昨天 昨天11月28号礼拜一 我们的标题叫做9237 全 全 就全体会员 我们就只有两种 没有第三种了 对就对 错就错 叫做9237空评 好帮我一个忙 把这里放大 为什么要9237空 因为当5分钟PSY拉到正午时 我是不是发简讯给你 叫你把他扮抗 敢有可能输 我跟他问你这句话 敢有可能输 PSY的正确率是9分钟 你现在是在说什么 9分钟 你出手10次会对9次 那个叫胜率 这里不是正午时 我现在讲的是10分钟 以前这是不是太拼了 是不是这9237 有输没啦 有赢没啦 有赢没啦 有叫你获利平仓没 有嘛 你是不是说特呢 特别会员一律流仓 你特别会员的操作点位也会不一样 你是在哪里的 你是依照30分的反转KD 你特别会员的出手点是在这里 这样OK吗 那你就照着做 我感觉你最后也贪200点最少啦 今天呢今天更加厉害 你如果每天都赢我有什么办法 我就跟你讲高点空 你就要高点多高点停损 我能怎么办 低点才满你就要低点 我会再说了 来 这是不是今天 对啊 这是今天啊 开盘在这里啊 这开盘啊 这开盘啊 然后你一买到 你会买到这个最低点 你会买到这个最低点啊 买到之后 5分钟 10分钟 叫你获利平仓 5分10分 买完10分钟结束了 不是这样我停牌了 你是每天都赢 每天都赢 每天都赢 我只问你嘛 你是每天都对 每天都很单纯 就只有一个简讯 一个当冲 那PSY今天没有出 到目前没出现 他有本事他出现看看 我告诉你又再加一胜 反正你又每天胜 就一直胜 你再问我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讲 你每天早上8点41分 47分 就一个当冲 因为我发简讯要2分钟的时间 对不对 你是即时版的 即时版的 开盘的第一秒 8点45分 1秒 我跟你同一秒钟看到 多空的位置 我们的研究员发简讯 给你打好字 到公司的收发部门 出去给简讯公司 简讯公司再发到你的手上 要2分吧 所以你一般会在8点47分 收到当天的多空的点位 然后呢你就照着做 进场之后 不管做对做错 我都带你停顺 停力 当冲的胜率就是8成 我就跟你说了 你是会员的 你自己把每一通 过去每一个月的简讯 调出来看 你的成功率绝对有8成 出手10次你贏8次 还做不贏 我不知道要怎么 你只有一笔 不是这样十几笔 当冲的 PSY呢 9成 你说我要9成的 那你就可以不要做 像这个你又没做到 我简单说就是这样 你就每一笔都做 你是在怕什么 你就做你自己做 那不对 有节目上我是夸大不死 就是说我明明做了6笔多单 对不对 就只跟你讲一个 那我夸大不死 严重处罚 我就只有一笔 我也给你看了 每一笔 不管对跟错 只要有带你进场 就一定会带你出场 好不好 因为名字很重要 名字是礼拜三 明天在锁单交易 我认为明天幅度会很大很大很大 所以呢 各位 各位亲爱的会员 特别是新朋友 记住 包括所有观众都一样 你可以稍待 打电话给我们服务人员 索取我们索码影音的帐号密码 稍待 我们在今天 我大概2点钟会先录 那明天的锁单要怎么做 你要听好不好 那就照着做 最差状况没什么数量 可是你有机会 就是大 大转 一杯 两杯 三杯 那节目最后 最后 所有观众朋友 身体健康 和家平安 每天 如何做 你都会做到 感谢你 谢谢 拜拜 拜拜 大家 欢迎订阅 我来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我们在赞 欢迎订阅 我们在赞 欢迎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创造傲人绩效 购得投顾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照 旗鼓双赢一把照 购得投顾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看似平静的海面 却隐藏着知名危机 那就是离岸流 离岸流是因地形、潮水 与破碎朗形成 往海里移动的 强劲水流 会将人快速带离岸边 此时 切勿对抗水流游回岸边 以免耗尽体力 拉潮或退潮时 海面上破碎浪多 离岸流正强 切勿下水 遇到离岸流如何脱困 1.保持冷静 2.举手或拍打水面求救 3.不要抵抗水流 用省力的游泳方式保留体力 4.面对沙滩 以45度角游回岸边脱困 教育部关心您 可爱又安全的家画好了 大家好 我是卫物部部长 林作炎 又快到流感流行的季节了